没有错,俄罗斯很早以前在乌克兰很多的重要军工设施,甚至包含水电基础设施,植入了很多沉睡型的木码。平常你发现不到,但是我这边只要一个指令,我把它唤醒之后,它就瘫痪掉你。可是微软竟然发现了,这纽约时报报导,它说2月23号,俄罗斯是2月24号发动攻击。 开进前,微软的威胁情报中心详警,它发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恶意删除软体,叫做Wiper,锁定乌克兰政府单位跟金融机构。几个小时之后,等于是微软全体总动员,就把这个恶意城市全部给删光光。 所以呢,俄罗斯以为我的城市已经发挥功效,但是最后呢,事实上并没有发挥功效。所以你看,开战前微软一个工程师小组秘密进入乌克兰,他们发现,几年前俄罗斯就在乌克兰政府系统,包括电力、通讯、军事指挥、网站等关键,节点上植入了沉睡状态的木码程序,小组清理了所有的木码,而且为乌克兰政府建立相当于美军作战级别的防火墙系统。 这里面有两件事情,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想。从西雅图,微软总部在西雅图要飞到乌克兰,如果你以为民航机那么好订机票吗?随时都有吗?那请问是他坐谁的飞机去的?合理的怀疑是美军的军机。 第二件事情,如果俄罗斯会在乌克兰政府里面直入木码,那请问中国会不会在台湾的政府机关直入木码?所以我觉得这个委员你们以后在立法院可以问一下,因为搞不好真的有也不一定。 那有了乌克兰这个经验之后,我觉得我们台湾,我们真的要好好接近,就是对于这样的网络战争,真的这是无形的战争,但它的战力非常大。 余少,你要补充。 俄罗斯根本是锐实力的主师爷,这几年我们说老共对台湾进行很多饱和攻击,我举几个例子好了,第一个是什么呢?西方情报显示出来,因为乌克兰的武器是二规版的嘛,所以你跟俄罗斯买武器会有什么后果呢? 它居然有装后门城市,也就是说你的S300想要设下来的时候,它打开后门城市让你的武器失效,所以你先看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国家,所以让我们想起来是说,我们有些朋友喜欢用中国的手机啦,或是什么抖音啦,小心你的资讯安全受到了木码城市的内建的这些恶意的城市的影响,这第一个。 第二个是平常做什么事情,战斗的时候又想干什么事情呢?爱沙尼亚过去的选举跟台湾一样,只是他被人家攻击的最严重,什么意思呢?爱沙尼亚是电子投票,电子投票就干嘛呢?就用骇客来给你做票,所以说爱沙尼亚过去的典故在瑞实力这本书之中呢,2017年美国民主基因会写得非常清楚,第三个我这还有很重要个案,2016年美国的弗蒙特州, 有一个电厂,基本上直接被呢,这个情动代号非常非常可爱,叫灰熊大草原,你以为是儿童乐园,不是的,那是俄国的网军居然去瘫痪这个州最大的发电厂,我为什么要讲这个? 最近台湾不是有很多的这些,通常莫名其妙的跳电,对啊,失火啦,跳电啊,停电啊,等等啊,除了内鬼或是呢,有没有人接应之外呢,境外的网军攻击啊, 也非常重要,最后说一点啊,刚才晃哥跟原汁有说的,那个无人机的故事上非常精彩,这几天我找很多画面,因为画面你以为是啊,哎,都是高清高解析哦,例如呢,坦克被锁定,然后没多久呢,就被四枚标枪飞弹给击毁,那个坦克兵连逃生都来不及, 或是呢,第35军团的指挥部呢,被人家笑立色,你以为那是拍电影,对不对,那是无人机的视角,还有装甲运兵车,基本上居然有单兵攻击的视角,有行车记录器的观点,还有呢,无人机的想法,那为什么俄军损失惨重,这是一场AI的战争, 这是一场情报的战争,最后节目非常非常简单,只有两个,第一个是什么呢,谁帮乌克兰的军队做瞄准,然后呢,乌克兰军队自己扣板击,这非常非常有趣啦,当然是美国跟西方,或是北约,帮乌克兰标的目标,你至于开枪,这样总可以了吧,我没有参战啊,但我提供你呢,这个瞄准,或是先进的AI,或是呢,情资嘛,第二个,我真的觉得啦,哎,我难得啊,跟小粉红 对话,哦,你们只有两种态度,第一个呢,就承认你是网军,第二个呢,你违反网规,为什么呢,你是翻墙过来的,所以不论是呢,前锋,你是前锋先生,或书桌也好,好吧,我们觉得啦,你很辛苦啦,但是呢,这边有最新的资讯,来自于CCTV,来自于中国外交部的立场,不要在这边表错情,比较好啦